Espresso 这个就是Espresso的Hannah的头 这个就是B root 吃的红菜头 红菜头我们看网上的方法都可以染头发 今天做做白老鼠 就是用什么呢? 用咖啡染头发 Espresso 这个就是Espresso的Hannah的头 今天跟大家谈一下男人最痛的 头发的问题 男人到了中年 我想中年危机最严重的 就是脱发的问题 我也面临这个问题 因为我在二十多三十岁的时候 我觉得头发很多 发量很丰厚 有所谓的少年感 因为头发比较丰厚的关系 老实实我不是很爱惜自己的头发 特别是踏入了拍摄旅游节目的圈子之后 我开始染头发和垫头发都很频密 到几年前我发觉自己头发越来越稀疏 洗完头整地都是头发 那我就要面临中年脱发的问题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拍毛线 那个叫做45日幻游日本 那个就是 风一吹的时候 我整个头顶 看到头皮 是有外观尖的 我自己都觉得 我曾经发量这么丰厚的一个人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开始保护自己头发 第一件事就要戒掉 我有几个提示可以提供给大家 第一个你真的要戒掉就是 就是垫头发 我现在没有垫过的 头发是天然的 现在完全 垫当然令到你发量 看来好像丰厚一点 不过很伤头发 第二件事就是染头发 我都试过用不同的染发剂 因为我有不同的法郎 和他合作的关系 即使是用一些 意大利最漂亮的那种 我发觉都会垫头发 然后我去巴基斯坦的时候 当地印度人介绍了另外一种 是完全天然的 这个没有收任何的热配 不是广告 这个是给钱买的 叫HANA Powder 这个是完全天然的染发粉 这个很便宜的 你在印度普通买 就是三十元四十元 很大一盒 它打开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些粉 粉状的东西 没有味道 它完全是天然的植物 HANA粉 就是印度人染头发的原料 我半年前开始用HANA染头发 HANA出来的颜色就是这些 很浅色的金色 印度人看到很多印度 巴基斯坦的颜色 他们用HANA染头发的 我觉得这种浅金色 其实不是太费 然后我就开始 混入了其他颜色 就是这种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B root 色的红菜头 红菜头 红菜头 我们看网上的方法 都可以染头发的 我会带有少少红色 深色的那些 这是一个月前染的 红菜头染的 就是这样的 那些深色的那些 就是红菜头的那些颜色 是的 我都挺满意的 当然我开始 演多了几次 我知道要加点柠檬 因为柠檬可以固定 那些颜色 让它没有那么容易脱 那这些东西 全部都吃得到后 咬 咬 所以我就很相信 对我的头发 是没有损害的 因为为什么呢 演完之后 是没有脱到头发 是很自然的 那些头发 当然这些颜色就很有限 因为这些 好像 大自然的宝贝 始终不同 化学 那些东西那么多 最近我就想 因为我要出去拍节目 我接了这个 亚洲女儿台的一个 果业的节目 因为我们要去日本拍摄 我觉得这个头发的颜色 是有一点点太浅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节目是比较有资讯的 就是比较知性的 一个文青的话 这些颜色 当然是 整个飞仔 印度飞仔 于是乎 我就要加深色一点 今天做做白老鼠 就是用什么呢 用咖啡眼头发 是的 我也是在网上看的 咖啡眼头发 会作为深色一点 这个是我第四次 用Henna粉眼头发 那我教了一些胡出来 步骤其实是很简单的 我现在就展示给大家看 第一 就是将咖啡 即是两包 或者三包 煮半个小时 将颜色全部煮出来 用很多水 缩到几乎是 稠稠的 然后搅一些粉 搅一些Henna粉 搅了Henna粉之后 今次我就不用加 红菜头了 这个是我上次染症低的红菜头 再加一些柠檬汁 固定颜色 还有加一些蛋 即是沾上一下头发 加了蛋之后 你再加一些粉 要不然就会很稀 就想不到颜色 出来就是一坨这样的东西 这个染症的时间是长很多的 因为你听到的时间 要说要一个小时以上 始终它不是Chemical 它没有破坏你那些 发根的组织 你知道Chemical上色的原理 其实都是要破坏了你发根的组织 它才能上到颜色的 所以很伤头发的 如果你是十几二十岁 我觉得没有所谓 因为你伤完你会再重新 你的重新能力很强 到了五十岁以上那些 我就建议大家 没有用Chemical去染头发 因为你的发量 将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薄 头发越来越疏 我现在都用了Henna 用了半年 我觉得头发都OK 都叫做Strong 还有中间是没有了 这个头皮 这个是一个indication 我发言师傅和我说 感觉头发的发量是多了 是真头发来的 至于需要不需要直发 下次再告诉大家 我也想研究这个问题 现在就开始 大老师试验 第二步就是用咖啡品演头发 我现在是准备了 第一步就是塗凡士林 在发脚那些位置 保护其他地方不会染到 因为虽然Henna不是很想染色 不过都会 这些发脚这些位置 你都不想它变深色的话 那就塗凡士林 耳朵位置塗凡士林 是的 边角那些位置 塗到一些都不怕的 后颈那些 下一步就真的上色了 当然这个Henna 你可以摆过东西 有些人说摆过东西 会更加好一些 我有时有摆过东西 有时没有摆过东西 你塗了下来 平时你在演发店 会买到这些梳之后 塗了之后 就可以上色了 我示范一次 就这样慢慢涂上来 时间关系已经染好了 这个就是我咖啡的头发 深色了很多 待会洗了会更加清楚些 接着现在就要摆一个至两个小时 有些人说四个小时 我觉得四个小时太久了 当然你可以令效果好些 用最简单的方式 就用这个保鲜纸 保鲜膜 蒙上去 令它容易 烤到颜色 而且不会滴到衣服 就这样 这样你可以继续做自己的东西 登登登登 Esprazzo 这个就是Esprazzo的Hannah的头 过了两个小时 接着用清水清洗 和没落任何护发 因为我已经落了一只鸡蛋 鸡蛋是比所有护发的 我迟些会分享 我怎样用清水清理头发 令头发更健康 我现在不用任何chemical的东西 这个就是Esprazzo两个小时的成果 全部都是很健康的食物 咖啡染出来的头发 咖啡粉染出来的头发 相比之前Broot的 是深色一点 Broot的就淺色一点 这个是深色一点的 我发觉用了这个Hannah之后 我的黑头发好像多了一点 始终它是一个天然的保护头发 一个天然的染发剂来的 我会带着这个头去拍我的日本节目 如果大家有关于头发 染头发或者脱头发 有任何的经验分享 或者疑问 都欢迎大家留言在此 或者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